特別採取兩個階段 四個梯子的方式來做應驗 新北市在經過一個安全生活的一個形態 就必須要有一些原則 所以在整個這個階段 欲說然放在放的這個階段 要非常的謹慎的面對 所以我們採取三原則 防疫優先、專業評估、漸進開放 然後隨時做好滾動式修正防疫策略 所以在整個防疫策略裡面不是一成不變 我們可以放也隨時可以做好調整的策略 所以昨天境外有三例出現 我們馬上立即開會 對有一些高風險族群弱勢的特殊族群的長者 我們還是採取以中央更嚴格的方式 來限制部分的探視 所以我們今天在很多的開放的策略場館裡面 還是有很多裡面部分是不開放的 所以昨天我們特別就境外三例以後 我們整個滾動式修正 防疫策略以後 特別採取兩個階段 四個梯式的方式來做應應 所以我們不是一次就開放太多的場館 我們是逐步逐步適時的檢討 適時的調整 一個禮拜最少要開會兩次去檢討 場館開放以後 每天也會進行整個防疫策略的作為的調整 覆盡11年 小 Estado 他們在老大利公 醫療 出事